当省由今年1月1日起增加最低时薪至14元 对当局的行业特别在餐饮业界造成极大压力 有部分的冬主在餐牌上表明 会向食客收取9.5%的服务费 而更有冬主减低或者是取消顾员的津贴 以抵消最低时薪带来的额外开战 究竟事件会怎样发展 市市平台正常8.35分和大家一起讨论这个议题 拜拜